今天2016年台北市房地税双涨 让许多市民都气坏了 面对一洞洞高级天价豪宅 没人住得起该怎么办 东森新闻本周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制作天龙国涨税专题 带观众深入分析 迎接10月份台北市房地税双涨 而且最高涨幅高达1.89倍的情况 台北市税遵处预估 地价税收入将比2015年增加1亿4千多万的美元 在场历史新高 台北市的房屋税从103年开始全面调升 今年地价税超级有感 暴增最多的松江路华库松江 公告地价涨幅高达189% 高得吓人 第二名的端南书院涨幅也有157% 未来包括像是土地面积多 适用5.5%最高税率的人 还有透天醋等持份较大的住宅 还有BOT案 都会成为房地税的重灾户 大家都不想当坏人 大家要当盛善老公公 所以这个房价都 房屋税地价税都不调 那有一天你看 要下台的就把它调高30倍 然后交给下一个政府去处理 坦白讲我们是叫苦连天 客观者也很头痛 言你要把房屋税调降回来 但是今年已经来不及 不只是自住宅 开幕没多久的万豪酒店 也成为受害者 今年的地价税高达8600万元 营业的负担 税负的负担就大概2000多万 那人事的负担在2000多万 所以其实营业人来讲 不管怎么样来讲 都是很难去cover的数字 你想到说你有这么大的重担 做什么事情都觉得累 房屋万万税 房地税挑战 当初是为了让房价合理化 没想到房价没降 空屋率还变高 更让屋主们苦不堪言 东西文旅家闲线阿玄 在黑报道 因应台北市房地税双涨 政府为了照顾弱势跟年轻人 推出不少的社会宅 不过却租金偏高 以北市捷运万荣站的 共购宅为例 月租费用逼近700美元 让立委赖世保直言 这算是高级豪宅 背后这栋跟捷运万荣站 共购的北市公营住宅 以市价行情七折出租 民众还是只乎太贵 两万二偏高 这个是我觉得太贵了 我觉得在一万二到一万五 比较多人能乘租得起 细看北市公营宅月租金 最便一套房八千五起 最贵三房也要两万两千五百元 连立委都戏称是高级住宅 很漂亮 那个穷人住不起 平常人也住不起 原来住屋都住不起 如今财政部宣布将提供67促供 43.03公顷股有地给地方政府 来盖八年二十万户的社会住宅 不过立委焦点依旧在价格打赚 我们是用市价的七折 当作财务计算的基准 但是可能例如说青年 可能地方政府会收住 是市价的八折 那弱势家庭可能会收住 可能五折或六折甚至四折 花金群自信价格 由于一般行情 不过社会住宅的品质和地点好坏 也决定他的成败 所以要来坐的人会非常的多 营造厂可能会非常多 那你知道吗 这营造厂我们不是怀疑他 但是难免会有良悠无奇 那这个新建的品质如何确保 八成是以首都圈 就是北北基陶 四个县市为主 其他两成是其他的县市 社会宅政策逐渐成型 却有民众充满担心 这也是有可能 地产会不会 有可能人家就不喜欢 想应该也不至于会差 对不对 因为现在年轻人要赚钱的话 真的 真的很不容易 回归照顾弱势 目的有感的租金价格 才能有效舒缓住房压力 东三台经新闻 江明西神域团台北报导 由于房税太高 重创房屋交易市场 还让过去烫金门牌的国宅 最近大降价 以大安区的大安国宅为例 最近就出现了六字头的成交价 还有南港国宅 也出现三字头的成交价 相较两年前 平均都跌破一成 拥有大安区满牌的大安国宅 出现六字头的成交价 跌幅高达10% 而位于文山区的外美国宅 成交价则是只有三字头 台北市烫金地段 大安区国宅生活机能好 也临近多间破亿豪宅 最高成交价曾经来到八字头 如今受到房市寒冬影响 成交价跌到只剩六字头 大安国宅也好 成功国宅也好 在最近我们发现 有一些实价登陆的价格 都有一些修正了 大安个案 都有可能少个五万十万或十五万 热门国宅吹起降价风 这两年平均跌幅将近10% 位于大值的集合国宅 从2014年的58.8万元 跌幅超过15.8% 今年成交价只剩49.5万元 而地段好的南港国宅 同样跌幅高达10.6% 来到38.1万元 大安国宅成交价 只剩68.7万 比起两年前跌幅近10% 木榨区外美国宅跌到37.4万 房价上涨 相对其他区域的国宅 上涨的幅度也最大 那在现在房价下修的一个时段 还有加上这个建商让利的 一个氛围之下 所以这类的国宅在这个 这个萎收量也变多了 然后在整体比价 下运的情况之下 所以相对的这个跌幅也最快 房市冷冻其国宅降价 更明显单要有成交量 还需看买卖双方有没有共识 东站台新新闻 蔡卫军和宽原台北采访报导 房市冷清也扫到豪宅的销售 让销售期拉长 能预估未来几年 还有超级的豪宅准备一间间的盖 以2017年为例 台北市将推出六大超级的豪宅案 一户要价超过2000万美元 台北市豪宅越盖越多 像我旁边这栋140到260坪 每户总价最贵上看7亿 景临台北地标101 31层楼住宅总共43户 将原住融入室内 更用大面积玻璃做帷幕系统 重视采光 两三百万对我们一般的收入 还是可能会买不起 现在价格都很高 然后如果是豪宅的话 这个个不用想了 因为连摸都摸不着 民众说买不起 但超级豪宅照样改 2017年北市将有六大豪宅案推出 其中有四个坐落信义区 坪数大部分都在100坪以上 但也有20到70的小坪数豪宅推出 总销上看1500亿 创下历史新高 其中最贵的是这一间 这棟位在信义区的旋转式建筑 号称是全台湾最贵的豪宅 一户至少要卖9亿 号称一瓶300万 房子就贵在它能稀炭抗暖化 建屋旋转90度加入大量植栽 在大楼林立的信义区 就像是座盘旋而上的垂直森林 但房市景气差 这类豪宅可能要至少三年才能完销 以往在景气好的时候 可能销售一年就卖完了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至少一个豪宅案销售期 拉到三到五年 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豪宅卖不卖和市景小民无关 不过市场认为 能当作下阶段房市好坏 风向球 东森曾经问杨定两立 台北仓报导 不止房地税双涨 台北市总用电量 同样居高不下 以2016年为例 5月到8月 全台用电王就在台北大安区 总共用超过两亿度的电 让环保团体痛批 台电管理不佳 台北市大安区豪宅林立 是蛋黄区中的超级蛋黄区 但就是这样一个 以民生用电为主的区域 居然是全台的用电之王 跟他的手得有关系吧 因为我们根据财税中学资料 大安区是前国 国民手得最高的地方 跟他的一些生活的水准 应该有关系 是因为全中央空调 还是24小时都用电 台电说的好保守 但数字就摆明豪宅比工厂还耗电 还有观光区电力也暴涨 高雄市沿城区 则是全台用电成长王 苦的是明明都过了大热天 来到秋天 台湾还是在缺电危机 当然夏天 冷气机开的话就很凶 缺电的话就很不方便 你如果限电的话 这个地区没有电的话 你要上下就很不方便 不能赚钱 没有生意做 没有电 太热了 没冷气就没生意 民众跟店家都担心得不得了 而环保团体则是将矛头指向台电 照行政院这个版本的话 那我们认为就不要修好了 找一个对利能发展有理念的人 来当董事长 你好好的经营管理 不应该让你的备转容量 是低于这个备用容量的 对于我们的大修的排程有所误解 大修已经就少掉了两个月的时间 面对指控台电感到很委屈 电业法要取得台湾共识 甚至解决台湾缺电危机 恐怕还是一条漫漫长路 东森彩虹王正不祥台北报导 每周深入分析热门新闻时事 东森每周台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现在全面放上东森新闻每周APP 欢迎观众手机下载 随时随地的收看所有深入的报导